有一件事昨晚發生,很快就講完 就點評一下,沒什麼事,很小事 但這件事竟然可以成為業務 這麼有趣,原來就是民建聯直結嶺 Telegram用了游慧晶做icon 游慧晶就是打他,然後質問他 當然,直結嶺就道歉 整件事就是這樣 錄音大家上去01聽 我相信蘋果已經賣了 網上連登還貼上連結嶺的回應 他也拍了影片 可以上Facebook看 我純粹講講一些感受 偷徒的感受 我都用不少女子 都未經同意下 做一些影片的封面圖 甚至我這個台 都是用有村假唇做封面圖 我相信有村假唇是不介意的 但是他這次事件就有點不同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一個政治人物 打對台的 那就有不同了 譬如我們這些無關痛養的 做一些娛樂新聞 一些簡單的資訊 沒有什麼政治立場就沒什麼所謂 例如民建聯直結寧 擺明是建制派的 尤偉晶是本土派的 你用了本土派的頭像 用來做什麼呢 當然有居心 很明顯開一個Telegram 就是用來收封的 我懷疑是收封的 就是用來收封的 然後假裝尤偉晶 一收封 二追封 不出奇 但是動機應該都是不外乎這樣 三就是用來整股尤偉晶 不出奇 尤偉晶也神隱了一段時間 在政治圈子裡神隱了一段時間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被DQ了 以前立法會議員的議席被DQ了 以我記得的事情就是 他被DQ了 當時宣誓的時候 用了一些比較出位的方法 當然這種出位的方法 其實是前人做樂的 之前的立法會議員 做樂又沒什麼 這樣宣誓 這樣宣誓 怎麼知道 立法會議員突然說 一招叫DQ DQ了他 說他不正經地宣誓 這樣就可以DQ來了 故事就是這樣 尤偉晶不斷嘗試再宣誓 又不行 不成功 最後就弄到自己 整身矮 消失了一段時間 當然他的言論也很激進 你看回他的遺跡 很長的 做過很多遺跡 其實都不太確定他的 有這麼多功績 但他的遺跡又寫得很長 當然 多數都是八卦的 很多 你說是否真的做過很多事 應該不是 做了一些很爭議性的事 就是 但八卦的事就很多 被人褫奪了議席 以我所知 尤偉晶就是這樣 你說他的事 我就不太清楚 但當然 當時他能夠選到 也是一個創舉 他年紀輕輕 竟然進入了立法會 你看他的事跡 是相當之長的 網上的一些討論 有很多 尤偉晶 簡單來說 他基本上 在網上很紅 這個直結靈當然是不紅 但當然他們 打對台的 當然是有些動機 用他的照片 譬如我用他的照片 我相信尤偉晶 就不會打給我的 但這個直結靈 一定是會插勾他的 原因很簡單 李文建聯 拿別人本土派的 尤偉晶 想拿來做什麼 一收封 而造謠 有機會造謠 造謠紳士 理論上 尤偉晶真的可以打他 跟他理論 但是不是構成法律上的問題 就不太大 基本上沒什麼犯法 那樣東西 用了就用了 頭像 當然 直結靈就說抱歉 拍了一條影片 令到這個本來不太紅 直結靈 無端端有人找 在網絡上搜尋他 一個區議員 就是這樣 沒有了 這件事 就告一段落 就是這樣 尤偉晶找他理論 而他又正式發出了道歉 不如說一下女兒 說這些政治事情都悶 如果你給我一個感覺 因為我又不懂 尤偉晶 看照片 那時候他跟青年新政梁仲恆 宣誓不合這個規定 被人褫奪了 即DQ了 立法會移植 那時候都相當控動 當時他們又想再一次宣誓 誰知道6月4日被裁定 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成 全被判囚四周 然後取消了梁仲恆和尤偉晶的議席之後 當然是神隱了 這是隨俗幣仲BI 肯定都會放福利圖 身材不錯 樣貌都很擬好 好像尤偉晶 應該不會罵我吧 打來電影寮說我 你說話說到我這是 His新聞 應該?! 他們就不會這樣說 這些圖不是他的身份 我是純粹評論 還是實際人 相對 如果像直熱玲那樣 用他做的頭帳 加上是政治人物,譬如是彈散的就無所謂 等於柚村假唇也不會日本打電話給我 我自己這樣看 由慧晶去爭取自己的公道是對的 這一張很明顯 民建聯的直潔零不太會用Telegram 可能是剛剛用 然後有自己的電話 因為Telegram的保障 人們說是OK的 其實不是OK的 我覺得是很差的 因為你不設定的保障 保障你的保障 保障你的名字 甚至經常我的Telegram都會響 會知道誰剛剛裝了Telegram 即是以前的WhatsApp朋友 WhatsApp的朋友 即是Content List的朋友 誰裝了Telegram 會立即發覺 私隱道是一般的 這個直潔零 包包臉 普通的樣子 當然由慧晶會比較漂亮 當然直潔零就說 你多美女 那就用了你的照片 當然態度輕挑 亦都是專門的 擺明 他沒理由不知道那個是尤慧晶 跟他的樣子也差很遠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笑話 暫時來說 尤慧晶是名氣高一點的 但是很久都沒有上水了 突然之間爆了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是很小事 不過那段錄音可以清晰聽到 尤慧晶的憤怒 噴溝食電量 我也是覺得兩個都是蛇褻 我以為2個都是蛇褻 互遍 尤慧晶當時也很出位 但也已成過去 他會不會再翻山呢 這個不得而知 今天純粹是總結 其實直結靈是不對的 是否很大罪呢?就不是的 是否犯法呢?也不是的 純粹是一個小風波小爭吵 也要講講圖文化 你可不可以借用呢? 有些圖是可以的 例如那些圖是公開的 例如新聞圖是公開的 理論上是可以拿來用的 而對手,例如香港01 我借用了這張圖 香港01只是拍人 最多是有記者的名字 林若勤,這裏有個名字 寫著林若勤涉 這個就是林若勤 是否有個版權呢? 這個我也不清楚 我用了這張圖 理論上,如果我不是做一個商業用圖 基本上是沒問題的 林若勤也沒有時間去追究 你用了這張圖 但是這張圖 是不是真的屬於你呢? 你又拍了尤偉貞 香港又沒有照相權 變相相片可以亂用 又不構成犯法這個問題 當然這張圖 這張圖是公眾人物 公開拍出來的 如果是一些私人照片 就有機會犯上侵犯私隱 但侵犯私隱也是 可以說一點 其實侵犯私隱 最多是有一個部門 不知道是否是私隱專員公署 會警告一下你 你為什麼用了別人的私隱圖 或者用了別人的生活照 別人都沒有公開的 早前警察的照片被人公開了 但那些照片是在IG、Facebook 理論上都很難告 因為你自己公開了 除非那張照片是從未公開的 是真的自己是私隱的 私隱專員公署有機會 說你兩句 說你兩句 但又不是犯法 你不再用就沒事了 香港是一個這樣的 暫時來說 對私隱或者肖像權 這件事是這樣的做法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